民国44年4月 一艘木帆船由基隆出发 历经114天的波折 终于在8月抵达了旧金山 其冒险犯难横渡太平洋之创举 不仅轰动一时 更缔造了难能可贵的航海记录 这艘船就是自由中国号 在海外弃之近一甲子的自由中国号 即将于台北时间28日凌晨 自美国旧金山启航 重返57年前的出发地基隆港 文件会主委荣应台在致辞时 特地与大家分享自由中国号事件中 独特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意义 那今天要郑重的 我觉得有非常长的感谢名单 那我们要感谢外交部 尤其是对军山办事处做了非常多的协调的工作 这一次还要感谢很多很多美方的人 那包括他们的海事博物馆 包括当地的热心的华侨 经过很长时期的奔走 才让这件事情可以发生 1955年的台湾 还是一个冷战的台湾 1955年的台湾 是一江山 在一月份的时候 刚刚开打 整个台湾海峡 是一片风火连天 我们对于自由中国号的兴趣 跟它的认识 就知道说它不是只是这一艘木船 如何制作的技术而已 它是非常高的程度反映了台湾 在那个时候的紧张 完全紧张的 而且不自由的局势里头 它可能是为了要给自己一点鼓励 所以用个自由中国号 通过自己 一方面是自己所设的封锁 一方面是这个两岸的军事紧张 对治随时要爆炸的情况里头 也让国际有一个形象 说我们是要通过封锁的 我们是追求自由的 可能是在这样的一个议题形态 跟解放自己的那个心情里头 竟然会出现这么一件神奇的 给你所思的撞击 在记者会中 龙主委更亲自透过网路视讯 岳阳沿线 像当年驾船 永渡太平洋的船员麦克文 给中船军表达台湾方面的问候与感谢 两位老水手也跟龙主委一起分享 当年在船上所发生的趣事 57年前 这个轰动中外的历史事件 究竟还有多少尚未发现的幕后故事 文件会希望通过历史文献的重新发掘 还原事件的来龙去脉 让自由中国号的奔放精神 被世人更深刻体悟 文件会媒体公关组台北报导